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蔬果生活志 我是雅黎 想要身体好 蔬果不能少 高树香位在屏东的最北边 是一个农作物丰饶的乡镇 但是它曾受到莫拉克风灾的影响 损失了众多的农田 农地也有一段时间无水可用 在地经济受到不小的冲击 如今土地恢复了样貌 有一群人在这里停下了脚步 帮助居民找方向 也替偏乡的孩子找未来 今天的时光运好时 来到了高树香的客家大浦社区 看一群充满智慧的阿公阿嬷 如何运用古老的方式 将在地的作物 变成四季都可以尝到的好食物 今天的封面故事 要介绍一个 本来在高雄事业有成的单亲妈妈 她看到莫拉克风灾 对屏东高树香的影响 决定替高树香的偏乡孩子 盖一间书院 也教她们如何和大自然相处 学会自给自足 本来的花都把它剪掉 这是韭菜 这个是韭菜 那就是杂草 把它拔起来 跟我一样 我的是韭菜 杂草把它拔起来 杂草 快拔 辽阔的田园风光 这里是屏东县高树香 一个匆匆而过 就会遗忘的乡镇 在这里有一间 很特别的客服班 叫做盛岛书院 山岛书院的院长陈文静 他原本是位美容讲师 也曾经做过房地产仲介 但自从莫拉克风灾发生时 他踏进了高树香救灾那一刻起 便决定留在这片土地 因为我是在莫拉克风灾的时候 我到高树来参与救灾的工作 那在救灾整个过程当中 我发觉这里的弱势还蛮多的 那我跟几个卫校长也稍微聊过 他知道我们这里的比例相当高 我就想把自己留在这里 专心地做这件事情 因为我觉得偏乡孩子 他学习落差过于大 应该要给他们有一个比较好的学习环境 这是我要做的事 高树香的居民大多以农业为生 年轻人则是普遍到外地工作 隔代教养和单亲问题 在这里很严重 同样也身为单亲妈妈的陈文静 观察到孩子放学后无处可去 只能任由孩子玩耍兮兮 所以他才会萌生建立一个免费的 课后辅导班的念头 我们里面包括油漆 包括我们那个草屋 还有我们的六角亭 因为我们教室不够 所以我们都请那个办公的师傅 跟孩子一起打地基 然后慢慢把六角亭盖起来 所以我有请师傅来教小朋友盖草屋 现在就差一间木板屋 就变成三只小猪 的故事就出来了 一切从无到有 在这里陈文静和孩子一起打造快乐天堂 但要撑起这么一大个书院 可是一点都不容易 尤其在没有木款的条件之下 我总觉得我们院长的眉宇 锁着一道毅力 就是说他想要完成的事情 是我们觉得是不可能的任务 他想要创造弱势团体的奇迹 自给自足 应该训练孩子 首先要向下 不是向上 我不希望我们的孩子 他过度仰赖物资 或金钱上的补助 这其实是对他们来讲 是一个很长远的隐忧 我希望他们是可以 独立照顾自己 自给自主 希望孩子有尊严的长大 不要被贴上弱势背情标签 因此善导书院想到一个好方法 既然让孩子三餐又着落 又让他们安心写功课 那就一起来种菜吧 训练孩子去扭转他的家庭的结构 因为只要孩子他是可以独立的话 他是可以改变家庭的一个现象 他自己照顾自己 而且他去回馈他父母 包括农事 有很多家长也是做农业的 反而就变成孩子不再是负担 而是一个帮手 那他的家庭就 结构就越来越好 善导书院的部分小朋友 因为父母忙于工作 晚上需要赞助在陈文静院长家 他们和文静院长一起料理晚餐 这又是什么样的美味料理呢 陈文静和工作伙伴 用种菜所得来维持书院经营 总算减轻了客服班的经费问题 但是抢救孩子的未来刻不容缓 读书计划势在必行 其实我觉得这些孩子 他们在家里面 父母真的太忙了 没有办法全心全意照顾他们 他们其实有时候小孩 都看起来还蛮不安的 我们在这边其实也只是弥补 他们在家中所需要的一些安全感 夜渐渐深了 许多单亲父母因为工作分身法术 所以孩子们只好记住在陈文静家中 也因此陈文静有着相同的经历 所以更能够了解单亲家长的无奈 以及孩子内心的需要 我们在家子就会有这么多孩子 平常就有两个在这里 那我希望在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共享一下天蕊 就是我教他们做 大家一面做就一面开玩笑 聊天 他们就也很乐意 快乐去做这些事情 这是我们最快乐的时光 但在这里的孩子不算少 陈文静和孩子一起烹煮晚餐 厨房里的热气慢慢温暖孩子的心 不过吃饭做菜也是陈文静想交给孩子的课程 因为她可是位素食主义者 我其实我从小就不是很喜欢吃肉的人 那原因不知道 那在长大的时候有一段期间是 大概是身体体质上有一些变化 就没有办法吃荤食 不喜欢荤食的体质加上信仰的关系 陈文静已经如素了三十年 客服的内容也常常加入蔬食的教育观念 让她亲手吃自己种的菜 她会觉得说也很感恩 他们要学会感恩 那就知道说其实在整个过程上 从开始种到施肥每天的去浇水 它是有个段过程是辛苦的 那在辛苦之后的果实 让她知道是甜美的 你叫秀先生 你为什么要吃蔬菜 因为吃蔬菜 好吃啊 还有呢 健康啊 还有呢 没有加肥料 没有加肥料 没有加肥料啊 没有 你要加肥料啊 那也要加肥料啊 对不对 農料跟肥料 我先问你们啦 为什么要吃蔬菜 哦 耶 因为 为什么 白天 因为很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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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身体健康 所以今天你健康啊 我不是有跟你们讲过吗 都不放什么 放荣药 为什么不放荣药 为什么不放荣药 那种荣药就要健康 好 荣药健不健康 就健康 不要去伤害别人的生命 这是对他们最大的要求 其实孩子的营养是最重要 如果我们吃树的话 可以让我们的体内做很好的环保 好 那教导孩子也有吃树的环保观念 这里啊 除了是孩子的快乐书院 也是员工的快乐农场哦 有一位单亲爸爸 在失去妻子的彷徨之际 受到了文静院长的协助 最后他也加入了这个大家庭 洪敏郎也是一位单亲爸爸 现在则是善导书院的农士老师 当初他面临生命最低潮的时刻 是善导书院帮助他们全家 所以他决定把这一份爱 回馈给书院 爱可以延续 洪敏郎曾经在书院里得到温暖 走过风雨之后 孩子已经可以独立自主 所以他希望将这份爱 传递给每一个孩子 这些都是单亲没有弱势的 这些情形都到我大概都差不多 都刚才很突然的 他想到这个山导书院帮助到 所以将心彼心 我来这里的孩子 董财大家的孩子 这样照顾 算在这些农忙 因为这些农忙 算农事有多出众 太疼 对 对 他说我们这边都帮忙 好 平日除了课程之外 农事课程也是孩子们的大地作业 一方面要向土地学习 大自然的知识 另一方面也要靠双手来学习 自给自足 有时候上到晚上8点 晚上7点或晚上6点 都没办法陪你 那你是不是希望妈妈 除非他放假的时候 我是觉得他蛮喜欢农事这一块 当然客服也有客服的 他学习的乐趣在 那在农事当中我是觉得说 他的心情是比较轻松的 然后我们小朋友的爸爸妈妈 或是他的阿公阿嬷 也都是农人居多 所以说他对这个菜园 或是说对这个农作的部分 他是不陌生的 他是觉得亲切的 透过土地与作物 让孩子学习尊重自然 爱护每一个生命 因为我们在早期都知道是农业起身的 那后来大家就是都比较仰赖农药 那其实我们的很多文化 是从这片土地开始 那我希望孩子再回归去了解 我们最原始的文化是什么 那土地对我们的价值是什么 我们在这片土地 我们应该是要双向的 他给我们什么 应该会会给他什么 甚至去爱惜他 所以我希望说从这批孩子开始 去告诉他们 不要伤害土地 不要伤害自己 不要伤害我们那些 大地之间的一些昆虫的生命 去尊重别人的生命 那相对他长大之后 他知道怎么去爱惜 也比较不容易犯错这样 文静妈妈的有机作物 一部分成为孩子的食物 一部分则是集合小农的作物 一起宅配给爱心人士认购 这不仅让孩子学会了回馈社会的能力 也让小农找到了新方向 这个起源是在去年 芭拉阿嬷就每天都送很多芭拉给我们吃 我就跟她讲这个可以拿去卖 为什么拿来给我们吃 她说现在市场一斤才三四块 那我想一想这样不对 一百斤才三四百块 这样她怎么生活 照顾两个孩子 江欣笔心的念头 让陈文静思考如何帮助在地小农 也维持书院的开销 她用公道的价格收购阿嬷的芭拉 然后再结合书院里的有机蔬菜 一起推出安心蔬果的理念 帮助我们心情比较高 帮助我们比较有趣 每天这样 就说今天不知道买多少钱 就说你收出去 整大桌出去都买两三百块 对吧 我们在这就算几十千块 有了稳定的通路 阿嬷的芭拉也有了出路 老人家也决定 没事就到书院逛逛走走 顺便帮帮忙 多少尽一份心力 目前销售的状况 大概维持一个月 大概十几箱左右 那维持经费当然是不可能 但是我们会慢慢地把它经营起来 那选择一些优质的农产品 让消费者知道说 从书院出去的东西 不只是爱心 而且还是优质的 又品质保证 这是我们希望做到的目标 从自己自足 筹备客服基金 到帮助小农贩卖农作物 一个善良的出发心 却引起更大的回响和反馈 这里是一个匆匆而过 就会遗忘的高树乡 只要你停下来 就会发现这片土地上 可爱的人们和互相扶持的爱 无所不在 就爱吃青菜 今天吃哪一种菜呢 让我们一起去看看 我们今天做一个红凤菜拌饭 那准备的材料有红凤菜 那红凤菜就是像这样的叶子 有呈现紫色的颜色 那这个是很天然的花青素 那很简单 我们再准备一片姜 那姜的话等一下我们把它切丝 好这时候我们先将姜切成丝 好先切片 然后我们再切成丝 好这时候呢我们准备起锅 锅子里面虾加一点油 好热锅之后呢我们再加入姜丝 好这时候你闻到姜丝之后呢 我们再加入红凤菜 好那红凤菜呢 你可以先在处理的时候呢 先将这些梗去除掉 只留下的叶子的部分呢 这时候的口感会比较嫩一点 那你如果红凤菜里面呢 带了比较粗的梗的话 纤维纸会比较老一点 好这时候拌炒之后呢 这时候的红凤菜呢 有一点慢慢的软化之后呢 这时候我们加入大概二分之一杯的水 这时候我们加入二分之一杯的水 加入点盐巴 胡椒粉 好这时候拌一下之后呢 我们盖上锅盖 好这时候盖上锅盖之后呢 我们等锅子冒烟之后呢 即可起锅 好这时候锅子冒烟了 好这时候呢 好我们迅速的拌炒之后呢 这时候赶快熄火 好熄火之后呢 我们现在将红蜂菜盛起来 好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将红蜂菜的汁 就要拌入到煮好的百分钟 那饭里面呢 我们加一点香油 好那把它拌匀之后呢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上盘了 将拌好的红蜂菜上盘 红蜂菜拌饭有菜有饭 你在家里可以试试看哦 架到高树客家庄的中秋香啊 利用自己农校的专业 让小社区的阿公阿妈动起来 恢复青春活力 一起行销社区 中秋香是一个驾到高树的客家媳妇 看见农村年轻人外流 留下来都是老年人口 于是他寻找行销客庄社区的方法 他拜访了许多阿公阿嬤 发现乡村的釀造技术和腌制技术 可是很好的古老智慧 我家里去那个杜主 我去杜主 我去杜主 杜主 杜主 高樹香的阿嬤們很忙碌 正在大埔合作社販賣自己的菸菜 又別於一般人對於菸菜高納了疑慮 中秋香和老人家一起研究出 麻煩又廢工 卻比較健康的方式 我們現在又來到改良榜 它最厲害 它又打破繁榜 因為它的小孩在醫院上辦算它的關係 所以它又改變了很多的作法 這個是木瓜 這個是嫩薑 這個是梅子 都比較嫩 我的身體不會去吃 買的蔥菜 就太累了 不然這麼感人好 頭髮就吃冠枝 女兒就吃冠枝 沒有那種味道 吃冠枝 所以這樣就... 自己比較辛苦 自己研究 我是為了要吃冠枝 要身體好 我才研究做 其實鈉跟鹹是可以被分開的 所以教授說 你只要把它發酵出來的 第一道的鹽水全部都要丟掉 那就是丟掉那個鈉 它含鈉最高的部分 那留下它的鹹 所以我們去化驗過 就是我們100克 我們的鳳梨乾 其實不到兩克的鈉 所以我們就是說 如何把薑菜變成低鈉的東西 各位從電視上就可以看得到 有時候說鈉是好的 有時候說鈉是不好的 那基本上是量的問題 鈉在食品加工裡面非常重要 就是傳統化效都是靠研發 那把其他的雜菌抑制掉 這個是非常好的工具 所以這一部分就是要特別強調 阿公阿嬤他的心放在這邊 他全心照顧 像照顧他小孩子一樣 做出來的產品 他可以來跟大家分享 所以這一點應該值得繼續在推廣 煙菜受好評成就感 讓長輩的笑容變多了 也顯得青春許多 這也是中秋香 所希望做到的社會企業概念 就是營利不是唯一的目的 就要能照顧到更多在地人 才是真正的雙贏 高樹香的水果物種多 中秋香和阿公阿嬤的青春不老隊 利用在地的水果研發水果醋 讓當地的水果價值加倍 我們都知道最原始的釀造 其實他用的是最成熟 那為什麼要用熟的鮮果 熟的鮮果代出 它就是一個 在一個鮮果成分裡面滿足它的酵素 它是滿滿的酵素 那我們再透過它酵素的成分 再配給它一些冰糖 那就讓它變成是 微生物共舞的一個空間 那捂出來的東西 再經過時間的釀造 它就是滿滿的酵素跟滿滿的醋 客家中農夫栽種的五毒水果 經過三四個月等待 水果醋甚至得花上三四年的時光 才能開封 不同於市面上為了追求快速 將製銷的水果製成產品 還不重視果實的成熟度 在早期醋其實是用在醫療上 譬如說我們以前在高速 其實是對外是非常不方便的 它必須划船 然後這邊也沒有醫療系統 也沒有醫院 所以他們是把醋來作為改善體質 所以說這一家的孩子不好養 可能就是帶去人家就給他一個醋 然後家裡愛家愛戶 至少最早的一瓶醋叫做檸檬醋 身為客家媳婦 中秋香傳承了客家人樸實 真誠的本質 陪著長輩將慢釀蘊藏的好食 分享給更多想念傳統滋味的人 其實釀造的精神 除了在傳承我們客家的一個 傳統精神以外 其實我們更重要的是希望 把客家人將應景的精神流傳出去 然後傳承到全世界 然後客家人的勤儉 簡卜 簡約 然後飲食的簡單 然後尋找早期仙人的養生之道 今天的節目介紹了許多高樹香的故事 雖然高樹香曾經是受災地 但是在這裡不論是外來客或是在地人 不分彼此耕耘著家園 而高樹香也慢慢改變了 其實只要用心愛護大自然 多吃蔬食減少暖化 樹栽地也會變成美麗的桃花園 蘇果生活志告訴您蔬食大小事 謝謝您的收看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